一度改名做江医情的江若霖 人家住老公萧维展 陈柏宇等人出席活动 也都宣布决定用回旧名 我发现大家好像不太叫得习惯我的新名 所以我今天就说不如你们喜欢吧 因为我发现最近出街都好 好像人们都说江若霖 然后就说哎呀死了 然后我发现原来你们都很习惯我以前的名字 我就觉得不要紧要 最紧要你们叫得习惯 其实是不是都是我来的 最紧要你自己舒服怎么叫都没什么所谓 则实Elaine这日以猫酒店老板身份 举行慈善二卖活动 Elaine回想起疫情下经营猫酒店 一点都不简单 幸好都成功度过难关 而Elaine和前经理人公司 纏绕了七年的合约纠纷 也都有望在未来的11月解决 9月底生日的Elaine 就说愿望是麻烦事能够解决 演艺事业重新出发 其实现在有一些东西要处理中 但是我就觉得处理完之后 我会可能有机会 会不会将这么多年的经历 摆在一首歌里面 其实现在都有一些创作着 之后又会不会遇到一些好的剧本 我就会拍 这个都是后话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工作 每一个祭遇都是一些安排 我现在的我比较喜欢跟着天去走 我都没想过会开一间猫酒店 没想过可以坚持到这么多年 所以这个就是惊喜 同样是爱猫之人的Jason 透露家里一直都有养宠物 还说女女Abigail和两只猫猫相处得很愉快 当然了 一定会要教 是不是 双方便都要教 教下女女如何跟小动物相处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不懂 很容易会对小动物很粗鲁 但是猫猫也都很好 对它 教下女女如何照顾她们 可能会带她们梳下帽子 异容上就反而不是最多 但是因为我两只猫都有 都是长期病患 两个都是要打针 一个是打丁士那么多多 很幼的针 一个是打100ml的皮下水 那些针就粗到你肉眼都看到 那个洞有多大的 Ebby就天天都看着我 怎么样去帮她们打针 我觉得都好的 多一点给她的感觉 就是要照顾猫猫的教育 陈泳因都有现身活动 原来她都是一名猫奴 其中一只更是流浪猫 还说养猫之后 终于体现到做主人的辛苦